大家好,知春度 雖然2018年港珠澳大橋開通之後 少了好多人搭船過來澳門 不過碼頭總得要有人來經營才行 澳門特區政府最近將外港碼頭的營運權 再次批給澳門旅遊娛樂股份一間公司 為期六十個月即是五年 澳如可以定定外港碼頭的運作時間 分配碼頭的後船室和泊位的使用權等等 但STDM需要向政府矯交稅前利潤18%作為回報 今次批給的回報條件和過去的批給合同有點不同 回報今天相對變得較為彈性 可能和現在搭船的人少了 碼頭生意差了未必賺那麼多錢 合同亦規定了 STDM需要保障外港客運碼頭雇員最低工資 員工的時薪、日薪或月薪的報酬方式 需要符合最低工資的規定 過去澳門政府一直把外港客運碼頭的營運權 批給澳如負責 上次批給期在2018年11月 當時批給了66個月 大約5年半左右 回報條件每個月向政府支付180萬08百元 每三個月付一次錢 其實特區政府曾經在今年2月公佈 打算將外港碼頭營運作出公開鏡頭 不知道是否沒有人頭 還是心有所屬 去到5月27日 政府突然在政府公佈上刊登 原來運輸公佈司長羅立文 已經與澳伯簽署了外港客運碼頭的營運批給公證合同 可能還是覺得你最好 覺得澳如做得好些吧 澳如其實是澳伯的母公司兼大股東 以防與霍英東基金會控制了五成三股權 其實外港碼頭以前都是由澳如有份出錢起的 好,這集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記得訂閱吧